这就是街舞第四季的节目 此前在万众期待中迎来了队长光宣的好消息 第一位确认加盟这一季节目的队长是王一博 同时从王一博的光宣海报上 我们也能够看到第十季节目上线的时间有所推迟 预计会在八月份才和观众见面 对于王一博相信一直有关注 这就是街舞节目的观众肯定不会陌生 他此前就曾经是上一季 这就是街舞中的世卫队长之一 上一季的节目斗瓣评分高达8.4 可以说是相当成功了 综合去看王一博当时在节目中的表现 最贴切的形容词就是惊喜 很多观众在之前对于王一博的了解 还仅仅停留在高人气偶像 优秀的参调歌手等等 然而没想到他的舞蹈能力居然会如此之强 在面对很多专业舞者的时候 王一博的表现也是丝毫没有拉胯 在四位队长对决阶段 他的表现也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什么缺点可找 赢得了很多专业舞者的掌声和欢呼 所以综合来看这一季王一博能够加盟 这就是街舞中继续担任队长 无疑是对于节目本身 还是观众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当然关于这就是街舞第四季的队长官宣 也收到了不少的吐槽 原因在于节目组并不是一下子就把 四位队长名单全部公布 而是选择了分为四天 每天公布一位队长的方式 想必是为了能够为第四季节目 引起更多的关注和热度 这就是街舞官宣第二位大咖队长 目前在王一博之后 这就是街舞的第二位队长 也已经正式官宣了 他就是韩庚 韩庚也称赐这就是街舞的队长 他不仅舞蹈能力非常强 对于舞蹈的编排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在回到国内发展之后 韩庚多数时间都在拍戏 但是他的人气却一直都很高 出道多年说是大咖并不过分 韩庚对于舞蹈真的是非常热爱 相当期待他这一次在第四季节目中的表现 这就是街舞4的收视 基本稳了 本身这就是街舞这档节目 已经举办了三季 每一季的收视率都特别的高 可以说这就是街舞 已经是一个具有大量粉丝基础的 所以对于第四季的 这就是街舞节目来说 肯定也同样会收获很高的收视 再加上目前这就是街舞又连续官宣了 王一博和韩庚两个人即将担任队长的消息 他们两个人为第四季节目所增加的热度 也是可想而知的 其实关于这就是街舞第四季节目的队长人选 此前已经有了很多的物料可以考证 除了已经官宣的王一博和韩庚两位队长外 其余的两位很有可能会是张一新和刘贤华 张一新和王一博一样 曾经在第三季 这就是街舞的节目中担任过队长 如果给予当时节目中张一新的表现 一个形容词的话 那必定是专业 张一新的舞蹈能力很强 这一点其实对于很多观众来说 都是有所了解的 毕竟他在很多节目 舞台之上都展示过自己优质的舞蹈能力 而在第三季 这就是街舞节目中 张一新对于狂派舞的理解和技巧 已经可以说是达到了专业的级别 甚至于在表演的时候 让台下的很多专业舞者都佩服到不行 而刘迅环和韩庚 成是组合队友的关系 练习舞蹈多年 性格非常幽默 他的加盟肯定会为第四季 这就是街舞的节目 贡献了不少的笑点 好了 今天的娱乐周星就播报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记住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